这是第三十三个卦 这个离卦跟前面几个卦一样 它都是上下相同 那这个是上下都是火 都是离 这叫做离 所以说双魂为离 那上卦跟下卦等于说内卦跟外卦 都是火 代表光明 所以这一卦它是复立光明的意思 那所以从这个卦相来看 它是四个阳窯 两个阴窯 那这两个阴窯分别在上下卦的中间 所以它有这个 比如说中间代表的是一个阴窯的话 代表柔顺 柔顺而又符合中道 所以柔顺而又符合中道是 就是这种能够叫做复立 复立就是依附 复立这个 这个光明的一个很重要条件 然后这个日字呢 就是它的卦相 卦相就有点像这个字 这个字 所以它代表的是太阳 我们看看这个卦相就知道了 日字有点像日字 那所以整体来讲 它就是两个火 两个光明 两个太阳 这样子的一个卦相 所以它有光明 火 火热的意思 然后在说文里面解释这个离字 它是黄蜜鸟 黄蜜鸟代表一种太阳的神鸟 古代人是这样看的 所以这个离就引申为日 就是太阳 日光本身的特点 就是这一卦的特点 然后我们说它有光明的意思 但是鸟呢 它偶尔会飞飞飞飞 会停在某处 所以这个停下来就依附 依附的意思 因为它是依附在光明 复利 复利就是依附光明的意思 依附光明 利 所以这一卦最重要就是这两个字 叫做复利 学习 这一卦就学习复利的智慧 复利简单地讲就是人都离不开 应该对某一些事情跟人的依附一定有 比如说孩子对不母亲的依附 那我们后学对前嫌 对上面的领导者的依附 那我们每一个成为名师的弟子 所以我们对佛罗老师名师的依附 这种上跟下左右之间 其实都有相互依附 那这种依附呢 一般的人喜欢找贵人来依附 但是呢 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知道要找内心光明的人 有光明能量的人 那种名师来依附 所以这一个白浪易经呢 他的重点是教我们 能够把一个人内在的光明能量找出来 同时要找得要知道依附 具有光明能量的人 因为他是代表光明 光明 是代表依附光明的能量 所以我们从这个卦象来看 他的意思就是代表太阳 代表光明 那有复利的意思 所以这个利 利就有光明的意思 那所以这世间的很多东西 都存在着相互依附的关系 依附 我靠你 你靠我这样子 其实相互依靠是很好的一件事 夫妻之间相互依靠就是互为贤媚者 一个人如果没有跟人之间有一些互相的依靠 那这个人就很孤单 我依靠你 你依靠我 在一个佛堂里面也一样 有些人他就是负责讲道理 负责度人 有些人就负责厨房来做这些餐点 像我们这一次挤在书院 将近四十个人 那那个厨师去了 天厨去了四位 他们都是非常早就起来 然后呢 这个都是最后才用餐 然后他们也很早睡 但是因为挤得满满的 实在没地方 我们阳经理师睡在门一开进来那个 那个叫做玄关的地方 哎呀 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我就想说怎么办 那我们带点船师去主持着开坛 但不能睡这里 睡在半个钟头车程距离的一个佛堂 那其实我们就感觉说人这么多 所以大家其实相互依赖 有人做的工作不一样 比如我们做的是什么工作 每人的职责不同 那这些办事呢 共同把这样的事情一起办起来 撑起来 让它很圆满的 所以人世间就存在着 就好像人类社会一种衣服的关系 这种衣服很重要 然后我们这个易经的离挂教我们说 人与人之间要相互衣服的话 要洗洗柔顺谨慎 遵行正道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那个阴谣都在中间谣 所以中间谣有中道 中道就是遵行正道 就是正道 然后有柔顺 柔顺代表谨慎 所以他在砍挂之后 传统是这样子 注意来这一个白羊意经 这个白羊意经 这个地方讲得非常精彩 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携这一挂要知道 燕胎佛子 我们离开了灵性的顾家乡 来人世间锻炼 要培养内在光明的本性 以及富力外在光明的大德性 这样子 因为他两个都是上挂下挂都是礼 都是光明 所以内在的光明跟外在的光明 外在光明是什么 就是这些明师 一个大德者 有光明能量的人 内在光明在哪里 内在光明本来就有 众生就有佛性 是老母给我 所以我们刚刚读那个卦 你就会知道 那个白羊已经一读起来 他好像在讲 母子相认骨肉相病 这样子 其实他讲内在光明能量的开启 所以这个传统的卦戏 是在砍卦之后 砍代表险陰险 陰险需要光明之一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但是白羊易经是在对卦之后 我们上一次上这个对卦 对卦就是人际关系的一种合跃 合跃的人 比较容易找到好的福利 也就是说 我们不要到处去得罪人 然后才怪说 为什么大家都不理我 然后呢 很孤单这样 因为我们做的不是很好的 不是这个字 是个金之边的那个 讲的话很锐利 只常得罪人 那一个人 常常保有祥和之气 很重要 祥和之气想要合跃 这样子也可以帮助我们得到好的福利 因为人际关系变得好 包括一些志同道合 这些福利 还有福利民事 像我们今天都得受民事一支点 代表我们福利民事 外在光明的能量有 今天就是欠内在能量的化为 内在光明能量的化为 所以我们学这一卦 最重要就是 要提升我们的那个叫做光明能量 在这一卦 因为它两个都是光明 都是太阳 它会学习光明能量 那两个阴阳分别都在上挂跟下挂的中间 中间代表中庸流舍 因为它是阴阳 所以上下都是理 代表聪明又聪明 美丽又美丽 聪明美丽 有时候需要有一些智慧来做指引 所以不要还被聪明 那美丽又美丽 有时候过于限要 这些都有偏差 所以要用中庸 这样的意思 那中庸对离卦来讲 是很重要的 这是我们看这个卦像 两个阴阳都在中间 它就有代表中庸 那阴阳代表柔顺 所以这一卦呢 它就是一个福利光明 福利光明的职位 福利光明 那这个是我们这一卦所要谈的 那然后这一卦呢 最重要 它是教我们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白羊易经》里面谈的 我们《白羊易经》讲什么 就主要是讲这两件事情 一个是内在光明能量的开启 因为老母给我们的灵光 我们要晓得把它启发出来 那个是内在的能量 外在光明能量是一代民师 我们的一代民师 我们是民师弟子 所以民师帮我们开启 我们要以佛博老师 这个万国教主佛博老师 作为我们的职业 就是我们依附的对象 福利 所以黎卦双火卦 代表内在跟外在的光明能量 那人要能够开启这个光明能量 就是要得到最重要的 这就是得到最重要的福利 所以我们白羊一定在这里 告诉我们说 什么叫做福利 都是找归人 还衣服 而是要从内在自己本有的光明的能量 这有内在的光明 那是老母给我们的 要从内在光明能量的开启 这是最重要的福利 还有外在光明能量 一代民师的指引 那所以白羊黎卦以富利民师 得寿民师之典 作为开启内在光明能量的必要条件 这个光明能量不是天生就有办法 就说有办法自然的发出来 没有 它是需要经过求道 就是一代民师 如果不是真正的一代民师 还打开不了 所以作为开启光明能量的必要条件 因为民师给我们一指点 民师的指授 可以找到内在光明能量的源头 大家都知道民师一点那个地方 就是生命的枢纽 其实也是它能量的源头 就像这个电灯要亮也要找到源头 开关的地方打开 那我们内在的光明能量 也要找到这个源头 这个源头 是我们内在光明能量要开启很重要 那民师才有办法打开它 叫做点亮新灯 当点亮新灯之后 进而能够跟上帝老母的最高灵光相通 所以老母降下什么 通天桥 这句话的意思 最简单的理解其实就是这样子 能够跟上帝老母的最高灵光 这宇宙最高最高的境界就是灵光的境界 灵光的境界是不见到我们人看得到的 因为那个太阳的光 那个都还是比较低层次的物质层次的燃烧 所产生出来的那个光 但这个灵光你不见得看得到 但是它是最高境界的 所以我们学习白羊的礼卦很重要 因为这两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都很重要 要完成这个最好的最终的福利 就是要能够把内在的老母给我们的最高灵光 可以启发出来 也能够跟老母相通 这里代表是诸佛菩萨就可以相通 跟上天可以相通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白羊的礼卦 它有八个字后学觉得比较重要 就是灵性一体四七同渴 灵性一体就是因为我们 这代表我们内在的那一种光明的能量 其实是跟老母的灵光是相通的 所以你看那个刚刚读那个在这里 所谓的骨肉身远 以此同为一身 这边就讲到很多 这个叫做灵性一体 这样的一件事情 这次讲的都是内在的光明能量的来源 字迹同和 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 把内在的光明能量启发出来 就可以感应到很多人 很多人来跟我们一起 自同道合来努力 因为我们得到明师的指引 所以就很多人来跟我们一起努力 叫做复利 复利在一起 就好像一只火把的亮度 可能只有一部分 但是如果很多支火把放在一起 是不是更亮 所以人不可以关起门来 自己一个人在那边修 那个亮度越来越弱 那个灵光的亮度 两块也会越来越弱 所以要常常回来佛堂 常常跟大家在一起 这个叫做以贤德之人相继 它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 可以激发我们 让我们这个灵光越来越亮 所以这个讲这两件事情 光明的来源 骨肉情深指的是什么 我们跟老母相同 老母给我们这个光 光明的能量 胸怀光明 一次我们就要修怀光明 意志通过 好 我们再念一下这个挂词 好 这里 你这样读下来也想在那边懂 好 还是讲来讲去 好像跟这个灵 跟这个光明 不太能够连接 其实不然 我们来看一下 有德今子 当之人人都是黎明上帝的灵光所造化 那我们都是元太佛形 佛子 既有共同的光明来源 你本性 好 当在人间泛滥相逢时 要有四海之内皆兄弟 相逢何必成相似的胸怀 来相互帮助 那讲这样的一件事情 这个叫做相互的依附 相互的福利 这样的意思 福利是什么意思 福利不是只有我依靠你 你要依靠我 讲个最实际的 我们依靠我们的佛佛老师 佛老师要不要靠我们 三朝重任你要不要靠我们 要啊 相互福利 福利是一种相互的 所以这边才会这样讲 我们都是四海之内皆兄弟 相逢何必成相识 而互相帮助 然后谁不是天涯沦落人 谁不是枝叶相连同根深 意思就是说 我们都是一谋所化 依子同为一生的掩泰佛子 所以这里呢 就是这一段所讲的 你乍读之下 你可能没办法读出它的真正内涵 但事实上 它是在告诉我们很重要的 怎么样把我们内在的一个光明的能量 包括它的来源 包括它的来源 要清楚 还有要怎么样把它启发出来 这叫做复吏 所以 所以 拜安妇 离挂的 下挂的三个 是在讲光明来源 骨肉情深 他说 初九六二跟九三 然后 然后上挂的三个 九四六五 九五 上九是胸怀光明 迷失同为 所以 在讲 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好 回来 我们的 传统的 易经 离挂的话 是来读一下 离 离生 噓 疼 恶 绿 往 которая 是来 ニ 大 وج 真 此 一 初 华臣天下 柔力乎中枕 故曾 事已续并容其业 相悦 明亮座义 大人以弃凌照与世方 所以你看他的挂词 他用母牛 续养母牛 来形容一件事情 就是说 那个叫做腹笔 不过 腹笔他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叫做 君子正道 所以他 立正 摆在前面 意思是说 人要追寻这个腹笔 要找到一群自同道合的人也好 或者找到一个民事也好 可以腹笔的 一起努力的 互相帮助的 但你要做这个事情之前 一定要先 不要偏力正道 这样子 所以叫做 立正 正就 金子正道 亨 这样子比较有利于亨通 亨通就是顺利了 很多事情你要做 可以做得起来 做得完成了 就像养一头母牛一样 叫做续品牛 为什么呢 因为母牛代表的是柔顺的德性 他可以预养这个 不只是小牛 他的牛奶还可以给人来喝 所以他代表的是一种柔顺的一种德性 为什么要讲柔顺的德性 因为人要跟人相互复利 不可以用一种比较强势的 对立的 就是你不跟我复利 你不跟我一起共同努力 那我就要怎么样 对付你 惩罚你 这样不行 要用比较柔顺的德性 就像一个母牛这样子 这样会可或吉祥的意思是说 比较容易达到我们所要的 比较好的结果 团耶 离 立也 所以这个离就是复利 复利的意思 复利 复利就像太阳 月亮 复利在天空 古类 草木 复利在大地 这一样的意思 也就是说有了这些 才能形成天空 才能形成大地 什么意思呢 因为日夜依附在天空 花草树木 依附在土地 像阴依附在阳 落附在墙 人类的社会也是一种相互怎么样 互相互 依附的关系 这里告诉我们说人啊 一定要有办法跟人家一起相互怎么样 复利 这种是指好的 我们这里一群人一起 志同道合共同来做一些好的事情 不是做不好的 做不好就违背禁止正道 所以那一开始讲说 你要跟一群人在一起 互相复利 那有一个重要条件说 大家一起努力是要做一些好的事情 对人家有好处的 有贡献的 当然你说我们一起努力来开交公司 这公司赚钱其实也可以 对员工有帮助 对社会有帮助 一样也是做好事 但是不要用不好的方法 就是说用一些黑心的方法 那个就违背禁止的正道 那就不是这个 所讲的那种复利 好 崇明以利夫正 崇明就是因为它两个都是礼 都是光灵 所以叫做双重的光灵 崇明以利夫正 正是代表精子的正道 这是因为双重的光灵 这是因为复利在精子的正道 所以代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都要相互 互相依赖 比如说家里的人 或是住在外面 住在外面 比如说你住在伙食团 这伙食团住的同学 上上下下左右 大家其实都是相互依赖的 叫做复利 但是我们有一个前提 我们是在一个君子的正道之下 乃化成天下 因而教化以促成天下昌明 所以这个世间的事情 就好比你在人世的映坐上 如果能够依附在君子的正道 将有很大的光灵炼金 化成天下昌明 所以一个人如果有办法 他用君子的正道 然后找了一群人 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互相依赖 互相依附这样子 这就很像我们道场 我们有个共同的理想 要实现这个大头理想 所以我们大家要聚在一起 一个共同的努力 一个光明的宴起 对不对 所以这个化成天下就非常好 柔利夫忠正古亨 是以蓄聘牛脊 所以他来解释一下说 为什么叫做蓄聘牛脊 因为柔复利在君子的中庸正道 因为柔代表因为他是阴谣 阴谣都在中间 所以叫做亲子中道 所以挂持言恨通 因为用柔顺 用中庸比较容易恨通 不要用强势的 不要用对立的 用柔顺的 好比母牛一样 蓄母牛一样 培养柔顺的德性 可或吉祥 那孔子对这一话的解释 他说明两座梨 两个梨 就是两个火两个光明 这样子 重离了 代表光明接连不断的升起 这样的意思 然后大人以记名照 这个大人当然是指一位金子大人 应该效仿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那一种 持续不断的将光明的美的散播在四方 所以 孔子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一个人应该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 启发昧在光明的本性 还有 当然这个前提一定是有一个明师来启发 得到 但是既然我们光明的本性得到启发了 就要帮助别人 也能够启发他内在光明的本性 这就是大学一开始讲的 大学之道在什么 明明德 在 心明在这些 这个明明德就有点像 你的内在的光明得到启发了 心灯点亮 然后这次来做心明的工作 四一四方 就是心明的工作 也帮助别人去启发他的光明的本性 好 所以我们这一挂是非常好的一挂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来谈他的六个样子 一